Hello, 今次3個晚上, 希望大家分享幾款椰檳的造型 我們現在開始做第一個 這個麵團已經靜止了15分鐘 我們把它排走空氣 我們盡量把它拉長一點 把它收起來比較紮身 因為我們想把它降到長方形 差不多了 這個第一款造型是可以用兩個成分 麵團大約有125g 這是兩個麵包 餡料已經準備好了 稍後把它包在裡面 拍一拍側巾的空氣 把整個反轉 這個大概幾闊呢 大概就可以了 其實就不要太闊 因為如果你太闊的話 做出來的椰檳就會很高 大概是5-6cm 我們現在把椰蓉餡放在裡面 我自己也挺喜歡做這一款的 我自己也挺喜歡做這一款的 即是椰檬油 即是椰檬油也可以用牛油 也可以用牛油 放滿它 也可以按一下 按一下椰檬油 然後我們把它放在兩邊 接著我們把它放在兩邊 你做出來的 不會有很多椰檬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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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包在裡面 然後輕輕地就這樣按一下它 在尾部可以收薄一點 因為方便收厚 接著我們就從這裡 開始捲到對面的位置 盡量這個闊度是一致 不要太緊 然後把椰檬油捲到 剛才我說過 這個是給兩個麵包 我們現在可以把它 在中間這裡 分開它 我做完 捲完之後 大概 大概是3至4cm 現在是3點多cm 收口在這裡 好嗎 我們就把它 在中間這裡 分開一半 放一點粉 在這裡 分開了 分開了它就扁了 最重要是把它 攤好 攤好 即是攤開這些位置 讓層次 出來 如果不攤回去 就變成這樣 這些位置 焗出來就不漂亮 我們要把它攤開 可以看到一層一層一層 焗出來就漂亮 最重要是這個高度 不要太高 那這一款 用不著 用不著 紙托 也沒關係 不過一會兒 我做了兩款 都會用到紙托 所以這次 這款 都可以放在紙托 上 如果整批都是 這款 其實不用這個 紙托 也沒關係 都可以的 因為我看到其他 都會用 一會兒 這次 第一款 都用完了 第一款 就完成了 我們現在做第二款 我們同樣 把麵糰 拉長一點 稍後 都會和它 擀長 這次是一個成品 一個麵包 大概是 62-63g 把麵糰 排到這樣的形狀 之後 就可以開始 和它 擀長 記住 我們每一個造型 之後 通常做椰檳 都會留一些 椰蓉 餡 在墊上 將它掃開 開始 擀長 記得從中間開始 擀長 向上推 向下推 把麵糰 寬度 不要太闊 大約3-4cm 就可以了 把麵糰 排走 旁邊的風氣 反過來 把麵糰 把麵糰 放滿 記得盡量 這個麵糰 都是一致的 把麵糰 一邊放的時候 可以用手 抬抬抬 把麵糰 把麵糰 把麵糰放滿 然後把麵糰放滿 第一款是最整齊的 因為把麵糰放在裏面 把麵糰放在裏面 把麵糰放出來 把麵糰放在裏面 按一下 輕輕按一下 按一下 把麵糰放在裏面 讓麵糰不要太散 然後我們就由上至下 這樣捲過來 這樣拉薄一點 這樣拉薄一點 慢慢捲 就不會有些多的左影突出來了 然後把麵糰放在裏面 收起來 然後把麵糰放在裏面 然後我們現在就會在 收起來 把它放在裏面 你看到的麵糰的樣子 在裏面 我們就會在裏面 和它放在裏面 但我們不會 不會切斷 即是說 下刀的時候 大概是這樣 剩下1厘米 我喜歡按摩扎一點 做出來會比較好看 記住是不斷的 把麵糰放在裏面 打開 就變成這樣 我們就放在圓形的紙托 放在圓形的紙托 放在圓形的紙托 會比較好看 待會它發酵出來之後 把它放在裏面 記住 就是把這些位置 打開它 因為它切完之後 它一定的麵糰會 覆在裏面 記住 打開 按一按 平 因為它太高 座出來就不會太好看 OK 記住 它還沒發酵之前 你已經看到層次 到時發酵之後 已經會好看 這就是第二款 我們已經到第三款了 這個麵糰已經經過了靜止 這個麵糰的尺寸 都是一個食品的份量 大約是62-63g 我們把它排走空氣 這次就不需要特別把它排到 好像一個長條形 我們這樣好像平時這樣就可以了 平時按到它好像正方形 都可以了 所以它是一個大小的 這個 是一個大小的 是一個大小的 現在這樣就可以了 再反轉 這次把椰蓉餡放滿 把椰蓉放滿 一邊輕輕按壓 輕輕壓緊 這樣 稍後會在這裏上自顏捲過來 這裏就不要放得太密 留一點位置給它收口 差不多了 開始這樣捲過來 捲的時候就可以壓一壓 壓緊一點 尾巴 拉薄 方便稍後收口 還未完成 現在收口在這裏 我會把它這樣 對摺過來 這樣對摺 對摺之後是這樣的 好像一個圓形 接著會在這裏 放一刀在這裏 又是這個位置 不要切斷它 對摺過來 跟第二個有少許分別 記住這個位置 這個闊度不要太長 OK 不要太長 短短地做出來便會比較好看 記住這裏 留下大概1cm 把這個圓形成鎖 可以在這裏面上 在這裏面上 把這個的小龜 都可以用來做到這裏面上 可以用來做一下 壓力做出來 然後切開 將它攤開 看到一個層次 即是看到一層一層 這個就是第三款 OK 我們到最後一款 這個麵糰是 大概兩個成品的重量 我會放在米里套絲模 這個麵糰的重量 大概1-2-5克 我們將它 排在裡面的空氣 按到長一點就可以了 這個麵糰 不需要像第一、二款那麼長 如果你說長和寬的比例 大概是2-3 很多時候我都很少去量度 大概就可以了 做多兩次 你就可以掌握到 大概是 可以降到幾長幾闊 待會我會放在這個套絲模裡 所以這個長度 我會比這個套絲模長一點 因為待會我會把它 放在一起 排走空氣 把它翻轉 這樣放會比較好 方便一會兒捲 OK 好 它也是長過 吐司模 我們把椰蓉餡 鋪滿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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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按緊 這個造型我自己都好像沒試過 我也是第一次做 椰檳的造型有很多款 大家喜歡做哪一款 出來的效果是喜歡哪一款 這個很多 放滿它 差不多了 我們從較長的那邊開始捲過來 通常開頭的那一刻都會比較難捲 到第二下就可以了 再按緊緊 開頭的那一刻會比較難捲 捲到兩三下就可以了 在這裏拉薄 去到這裏 收口裡 掃一掃 先放少許高筋麵粉 放少許高筋麵粉 剛才收口在這裡 收口向下 你看到現在是比吐司模長 讓大家看看 長一點 收口在下面 現在把中間分開一半 頂部的部分 不要切開 方便一下子 盡量令整條的闊度一致 分開一半 先把位置分開 先把位置分開 差不多了 你可以像三隻貓這樣 先把位置分開 再把位置分開 待會再放到 留一點不要切 把位置分開 然後把位置分開 然後把位置分開 左右繞 好嗎 因為成品不太大 所以你撬兩三下就可以了 我們把這個麵團 好像很多 我們把它放在下面 打開 吐司模已經準備好了 立即放在裡面 看到了 又是 你看到如果它黏起來 就把它分開 其實你現在都看到一些紋在這裡 已經是 這個就是第四款 一會兒 當所有的麵團 發酵完之後 三個媽媽再和大家分享 我已經是預算了 焗爐去到大概175度 至180度 大概就會焗15分鐘 如果你家裡的焗爐 的爐溫 一向是比較高一點的話 其實可以是 比平時低溫一點 可能是170度 也可以的 因為那個椰絲 比較 比較搶火 所以比平時低一點 也可以的 我自己也會 在焗大概10分鐘之後 我就會在成品上面 蓋上石紙 因為這個東西真的很容易焦 現在就和它塗上蛋漿 跟我的方案 有一個更多多的 我可以享受 保持 自分擔心 在一個方案 會被趁開 您直接操作 它從每一段 本身 是 個人 如何 剛才忘記給大家看它發酵完整的樣子是怎樣的 大概就是這樣的 我塗完這四個 剛才那個迷你吐司就是因為我的爐不夠大 所以我剛才跟吐司造型之後 我就馬上把它放在密實盒裡面 然後放在冰箱裡 先保持它先不要讓它發酵 等這一批焗完之後才輪到它 我想也需要一隻雞蛋 因為剛才我打算一隻會不會太多呢 原來是不夠的 這裡大概剛才只有半隻 然後再倒一點 倒一點 記住大家烤到尾段的時候就是要看著它 如果不然全部焦掉就浪費大家的心思 看著它 在那裡 我可以看著我 就要看著它 以上で終了 好,現在就可以和我們入爐了 四款不同造型的椰檳就全部出爐了 給大家看看焗完之後,他們的樣子是怎樣的 這是第一款,你看到紋路就是這樣 呈成打圈打圈的旋轉 這是兩邊的,紋路都很清晰 這個紋路就是這樣,打圈打圈,比較桌圓形的 你看到這三款,我自己就覺得第三款比較順色 紋路就沒有那麼出的 接著到我們第四款,把它放到套絲模裡 即是迷你套絲模裡 紋路都不錯,出得到,看得很清晰 固然之後就是這樣 未分享過成品之前 就和大家講一些提示 首先在造型方面 特別是頭兩款 我們一開始擀麵團的時候 就盡量將它擀長一點 和紮身一點 在剛才前的影片 都和大家提供了尺寸 給大家參考 不要太闊 因為如果你擀得太闊的時候 就是它會做到成品太高 我們希望盡量做到這個紙托的高度就差不多了 這個紙托的高度就是3.5cm 而至於第三款就是 我們擀麵團的時候 不需要特別留意太闊 不需要留意太闊 不過我們捲的時候 捲完之後 我們就看回太闊 也不希望它是太闊的 因為太闊的時候 你切完之後 那個成品又會高於紙托 就不要看了 這個就是頭三款的 那到第四款 就是我們希望 乾的時候 盡量可以乾一個 三比二 就是那個闊和長闊的比例 大概是三比二的比例 就是那個尺寸 我們捲完之後 鋪好椰用餡 再把它捲起來的時候 那個長度 捲完麵團的長度 就是希望可以長過 我們那個吐司模的長度 因為我們要把它再解開中間 再把它左右交叉 這樣摺起來 我們希望盡量做到它長一點 總之你長過你那個 吐司模少少就可以了 我們就可以把頭尾多了的位置 就回到底部 這樣就可以了 另外就是 我們控陪的時間 真的要看緊一點 因為椰絲 真的比較容易搶火的 特別是你第一次做的時候 就真的要 我自己真的 就算我現在不是第一次做 我都會站在爐的旁邊 就要看緊它 如果你的爐的溫度 是比較高一點的 就不妨為實 你十分鐘之後 就可以蓋上石子 如果你說爐溫不是很高的 就是普通一般的 那你就可以看著它 當那個成品 是開始有上色 開始上色 你見到它 就可以加上石子 那我自己的做法 就是加完石子之後 就一直看著它 我都會看著它 我都不敢走開 因為我真的怕它很快就會焦 然後到最後那幾分鐘 那兩三分鐘 我就會把石子拿開它 等到尾聲 就再把成品 焗到金黃色 就是我自己的做法是怎樣 那今次這個 我自己的麵團 就是用了這個液種法 液種法 那個的淡口少少 我就不是用一個甜麵團 因為如果你再用一個甜麵團的話 就更加搶火 我自己就不建議這樣做 因為你椰絲又搶火 麵團又搶火 那就更加難控制了 再加上你椰絲的椰絲餡 都是甜的 所以就算你的包底 不需要很甜 我自己都OK了 那至於這個椰絲餡 的做法就是 剛才之前都說了 就是四種材料 就是椰絲 我用了植物油 菜油 還有這個 砂糖 還有一隻雞蛋 你可以不用菜油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改成牛油溶液 就是你把牛油溶液 變成液體 把所有材料混在一起 混合的時候 我自己的做法 就是把菜油 雞蛋 和糖 混在一起 最後再加椰絲 那你混合起來 就會比較容易 好 我們的成分是怎樣 我切一個給大家看看 OK 它的底部是這樣的 你切這個 很軟熟 我這是一個逆腫法 如果我試過逆腫法的朋友 都知道 一定會很軟熟 如果大家還沒試過逆腫法的朋友 都可以不妨試一下 它的效果的確不錯 希望大家今次喜歡三吉貓這個分享 如果有興趣有時間的 不妨選擇其中一兩款大家喜歡的造型 就試一下 拜拜 拜拜